代理来关心玉里镇东风稻作区尾端因为河道预计严重 灌溉以及排水都困难 当地农田以种植水稻为主 而农民近年来多次向明代以及水利机关陈情 但皆无下文 水沟沙土预计程度越来越严重 造成农民稻作严重损失 正代吴新闻期望水利以及农镇机关尽快协助农民改善 玉里镇东风位在河东地区 农田以种植水稻为主 是河东地区稻作区的尾端 因为河道预计严重 当年常年灌溉困难与排水不易 困扰农民多年 农民近年来多次向明代与水利机关来呈情 但是都没有下文 沙土预计情况越来越严重 堵塞农田的灌溉与排水 造成农民稻作严重损失 年里拿水 就是拜托你们 就帮我去整理整理这个水沟 我们的稻子才会有水 我的田在下面太高了 水沟都泥沙都一堆 所以也没办法进水 所以这一起我就停下来没有做 正代吴新闻收到农民反应之后 到场会堪 当地确实灌溉困难与排水不易 并且多处勾断因淤积而水面溢出勾取外 无法有效排放 导致下游勾断水田无法灌溉 那也希望相关的水利单位 能够会堪或协助他们解决这种问题 那他们的进水跟排水能够处理 不然这里每次下大雨后 就变成水箱折果 难道让这些农民每一大雨都求助无门吗 农民表示这几年多方成型都尚未得到改善 期望水利与农政机关能苦民所苦 尽速协助农民改善灌溉困难与排水不易情形 来减轻农民的损失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道